潜艇是一艘取决于战争需要潜伏在大洋深处且随时能变换位置的导弹发射井 在功能上核动力潜艇的航程更远 它可以长达数月都潜伏在海底 所以可想而知任何一方只要拥有核潜艇 就等于在敌人头上选了一把利刃 至于会不会掉下来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中 今年年初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一份澳英美联合协议 简称奥库斯核潜艇计划 该计划分为多个阶段 第一阶段澳大利亚先从美国购买三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同时保留追加购买的权利 以满足自己短时间内的军事需要 第二阶段以前三艘核潜艇就位以后 由英国负责引进美英澳三方先进技术 为澳大利亚打造全新的SSN AUKUS级攻击型核潜艇 整个计划将耗资2450亿美元 历经20年 也就是到了2055年 澳大利亚海军将会拥有至少五艘核潜艇 其中两艘为最新的SSN AUKUS级 目前美国海军已经先投入几十亿美元 帮助澳大利亚建立了首个核潜艇 暗机维护和暗港运作设施 按照计划 2032年或者更早 第一艘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就会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服役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说澳大利亚拥有潜艇这件事 当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成为弗吉尼亚级的运营商后 大概率会和英国皇家海军的同级潜艇 以及美国海军的潜艇 甚至是航母使用相同的武器系统 任务以及网络系统等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和英国的潜艇 在进入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时 澳大利亚将会为其提供更为顺利的通道 其次澳洲大陆四面环海 递出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没有与其陆地接耳的邻国 整块陆地只此一个国家 也就是说大洋洲基本上等于澳洲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 当它拥有核潜艇之后 整个西北也就是亚太地区的深海 都将纳入澳大利亚的辐射范围 比如弗吉尼亚级核潜艇 可以发射航程为2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那么澳大利亚海军的投射范围 就相当于直接覆盖了 澳大利亚北部海域的整个东南亚 这就好比你跟你邻居有过节 但你很清楚他家里就他一个人 也没有菜刀之类的杀伤性武器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能睡个好觉 但是当你有一天知道了 他买了一把枪 你还能睡得着吗 同样的道理 如今的澳大利亚 相当于你家邻居 不仅买了枪 还多了几个标形大汉为帮手 无论是战略 还是单纯的军事 不管是对于美军 还是对于澳大利亚自身 这都是一次跨越式的升级 意义重大 1980年代末期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苏联潜艇的大规模发展 威胁美军 必须升级现有的攻击核潜艇 升级计划为SSN西七四项目 主要升级内容为 隐身性能 机动性 以及更加灵活的任务适应性 随着时间推移 该项目逐渐发展成了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项目 由通用电力公司负责开发 截止到2023年 美国已经建造了22艘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同级潜艇中 最早服役的是 弗吉尼亚号 2002年服役 最新的蒙大男号 于2022年6月服役 共计划生产66艘 目前已经22艘服役 13艘再见 另有4艘已经下水实验了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共有7个子型号 分别是Block 1到Block 7 其中Block 1型4艘 Block 2型6艘 Block 3型8艘 Block 4型10艘 Block 5型10艘 Block 6型5艘 Block 7型5艘 弗吉尼亚级之前 服役的核潜艇 长度为114.9米 宽10.4米 排水量7800吨 最大前身488米 最大使用年限33年 装备S9G核反应堆 单堆热功率高达200兆瓦 且堆心寿命 也可以达到33年之久 也就是说 一直到这些潜艇退役 都不用中途补充核燃料 整个服役期 潜艇动力都完全足够 弗吉尼亚级采用 泵喷推进装置 水下最高航速为66公里 搭载132名船员 单次消耗补给 可以在水下 持续运行超过三个月 该级攻击和潜艇 具有非常强大的隐身性 以及先进的战斗系统 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包括反潜作战 侦察 情报收集 特种部队支援 和打击地面目标等 打击武器 包括MK48重型鱼雷 潜射型鱼叉 以及战斧巡航导弹等各类武器装备 MK48型鱼雷 是一种采用 混合推进技术的鱼雷 射程超过100公里 最大速度为101公里每小时 可以有效打击潜艇和水面舰艇 BGM-109战斧导弹 最大射程超过2500海里 可以精确打击各类高价值目标 早期服役的弗吉尼亚级 拥有12个垂直发射单元 发射的武器与海狼基本一致 铁刺可携带的导弹数量最多为40枚 不过从弗吉尼亚Block 5开始 载弹能力将会超越海狼 新舰艇长度将会增至140米 排水量增至10200吨 战斧导弹的携带量 更是会增加60枚之多 弗吉尼亚级的主要作用 其实是用来替换洛杉矶级的 不仅要能执行近海和深海的反潜 还要具备反水面舰艇 对地打击特种行动的支援 以及分担情报任务等等 所以这级潜艇的外形特征比较明显 舰艇最上方都有一个大型的球体 主被动声纳列阵 采用广电桅杆鲜传输 除此之外 它还使用了很多海狼级的警音技术 几乎也做到了绝对的警音 海狼级是绝对警音的存在 但后期因为它体型太大 所以只下水了三艘 就被中小星和潜艇所替代了 但它的警音技术 却被其他核潜艇全盘接收 这些技术包括自然循环水泵 喷水式警音推进器 断舱式减震无发等等 弗吉尼亚级的航电系统 包括ANWLY1水下警告反制系统 ANBLQ10型雷达天线 ANBSY3型战斗系统 GPS的电子围杆 可自卫星高速传送对地武器 所需目标数据的高数据交换率围杆 无线电收发围杆 以及两根可调整任务的 ANBBS1型光电搜索 攻击前望景围杆组 综合声纳系统包括 剑手球形主被动声纳 弦侧阵声纳 投影声纳 以及侦察声纳等 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 舰体带消音涂层 耐压可体超长 轮廓低矮 由前置后 整体呈圆滑流线型 与海狼级相似 此外 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还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可以在极端环境下长时间运行 比起洛杉矶级 弗吉尼亚级的先进性 主要体现在任务多元性更好 特别是近海作战能力显著提升 是美军由海向陆打击的战略力气 也是水下特种作战的良好平台 还有就是声纳性能更好 配备的两型拖椰声纳和剑手声纳 比洛杉矶级要先进一代 可以发现更远的水中目标 再有就是它先进的光电围杆了 事业更好 分辨率更佳 可以把图像投射到大屏幕上共享 最后就是弗吉尼亚级 使用了优化修行的指挥塔 可以有效降低水下阻力 再配合销声涂层 大大降低了水下噪声 可以说 美军的潜艇升级计划非常成功 成功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打造成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攻击核潜艇之一 让这型潜艇无论是隐身性能还是战斗能力 都达到了世界范围内的独一无二 咱们话说回来 这次潜艇交易是美国60年来 首次分享核潜艇技术 上一次还是帮助英国皇家海军设计核潜艇 这次美国和英国几乎是双手 把高端技术打包给了澳大利亚 是澳大利亚即将成为 继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英国 法国和印度之后 世界上第七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 这么重要的战略装备 英国和美国怎么就舍得分享了呢 其实除了之前我们提到了战略要素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世界秩序的变化 迫使美国必须在远东地区 组建一个以英语集团为核心的 深度军事同盟 澳大利亚同样 它也需要一个可靠的军事同盟国 来保证其自身的安全 澳大利亚的人口2500万 2020年人均GDP约5.2万美元 是南半球唯一的发达国家 本来家里有矿 可以安分守己 好好过日子 但如今的国际形势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像许多军事评论员说的那样 二战结束后 悄然运行半个世纪的规则被打破了 俄乌战争进一步向世界证明 战争可以来得如此突然和无理 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深度拉拢一批同盟国 就成了目前各国应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手段 澳大利亚从上届的特安布尔 就开始寻求与美国建立更深度的合作 今天的结果也算是圆了美国 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三方共同的心愿了 不管有多少国家反对 奥古斯核潜艇计划已经生米组成了熟饭 今年6月份 澳大利亚首批舰员 也在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 手巡完毕 现在已经是万事俱备 至欠东风了 希望你将被注射住 与美国建立更深度的结果 投资品 到安倍里来 双倍里来 双倍里来 双倍里去